這樣子做二房東啊 在台灣是不是違法的 因為最近這個很有名的這個 二房東才被判刑而已啊 張小姐 這樣子的話你合法嗎 其實二房東最大的問題就是他不合法 他有很多是沒有經過屋主同意就轉租的 所以你有經過屋主的同意 對 所以事實上現在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政府推出了一個租賃轉法 它的規定就是說 你經過屋主的書面同意 你就是可以合法來從事轉租 那只是說有一個差別就是說 如果你是不停的租房子進來 又不停的分租出去 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認為說 你是職業化的包租工喔 那他就會要求你要成立包租代管公司 但是我覺得可以從個人的角度就是說 先從降低自己的居住成本開始 因為如果你自己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只是找室友來分租這個房間 只要屋主同意其實就是合法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找室友來分租是不是也需要書面同意 是這個都要 對對對 你要避免糾紛就是你一定要跟屋主溝通清楚 你到底會把他的房子拿來做什麼 喔 那這樣情況是這樣 因為我看到你的新書裡面寫到就是說 這個租屋這個轉租包租的這樣子的獲利 會比股票的收入還要好 投報率到底有多少呢 我自己做投報率我算下來平均都是在年投報率40%而已 40%很多耶 對不過我覺得這跟股票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我們會覺得買股存股 其實它就是一個純被動收入 你不太需要花很多的勞動力 但是我們做包租這件事情 是要付出很多的勞動力的 是因為你看在這邊啊 我們把這個 就是你付出的成本做一個基本的拆解 對 15年朱期為什麼要這麼長 等一下Totty可以跟我們講喔 然後呢就是說裝修跟採購的成本 就包括了家具或者是 家電的採購 對對對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要怎麼樣確保可以賺到錢 有幾個關鍵就是 第一個是我每一間的公寓都會控制在30萬的投入成本 那我平均每投入30萬的成本 我每個月可以賺2萬塊的算是半倍動收入 我不能說它是全自動收入 好 那這個2萬塊是已經扣掉 我們要付給屋主的這個成本 這2萬塊就是40%的收益了嗎 我這樣算好了就是說 我投入30萬每個月是不是賺2萬回來 對 那所以我前面事實上先花15個月來回本 回收我的投入的裝修費30萬 好 所以這裡有一個關鍵就是 我一定要跟屋主簽夠長的租期 嗯 我才會划算 是 租期越長我後面的獲利 投泡率就會越高 所以我會跟屋主簽至少5年的租約 所以這邊有寫到跟屋主簽5年的租期 5年以上 對 那我用5年的租期等於是60個月來看的時候 我前面先花15個月回本 後面等於是我可以預期45個月是淨利 那每個月賺2萬 等於是我5年結束可以賺90萬 所以90萬除以我當初投入的30萬 是不是總投報率是300% 那我用最簡單去算年化投報率直接除以5年 就是年投報率60 60%這個我們只能說它是毛利 因為可能中間還會有招租的控制期 或者是臨時的一些維修費等等 所以再打個折下來平均大概都是40%以上 你考慮好了之後 那有沒有實力可以讓我們看一下呢 好我們這裡分享怎麼樣用低成本的方式去改造房子 因為其實做我們這一行 就是因為預算有限的情況之下 都要東扣西扣去咬那個成本 所以很多情況我們都是要自己動手DIY的 沒有辦法交給設計師或者是同胞 你直接幫我做 所以這是你自己設計嗎 這自己設計而且是自己DIY完全 但是大家聽到DIY不要害怕 不是 我覺得很厲害啦 其實沒有這麼困難 像這個傳統的盒室 是我們現在非常常見的 在三四十年的公寓很常出現 那大家看到這樣的盒室都會覺得搖頭 因為現在都變儲藏室 對啊 已經不合用了 那我怎麼樣去改造它 所以你又把它拆掉嗎 我其實只有拆了角落的一個櫃子的門 我把這個 它其實只是門片我拿掉而已 我其實沒有拆什麼東西喔 我做的最大變化 第一個是我全是塗白 就是用油漆 全部把它漆白 第一個去改造它的顏色 你看它的空間的整個氣氛跟亮度 就有很大的差異 對 可是買幾桶油漆 其實就是幾百塊錢的事情而已 然後你自己動手就可以做 其實不用花什麼錢 對 那我改造這一整個盒室 只花了一萬五千多塊 只花了一萬五 對 就從這樣變這樣 是 所以我剛剛講 第一個部分油漆其實沒有花太多錢 你這樣子裝修公司要怎麼過日子 哈哈哈哈 我很抱歉 但是因為我們的預算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們很多要靠自己的巧思 是 第二個最大的改動是地板 地板 我重新貼了這個是 是美奈板 不是那種耐磨嗎 塑膠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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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mm的塑膠地板 然後我特地挑一個魚骨造型的 是 去讓它 我希望把原來有一點像是日式和風的感覺 去變成有點法式的風格 因為第三個最大的改動就是拉門的改造 你可以注意到這裡 我把它變成是透明的 對 這一張可能比較清楚 對 其實我這個門框是用原來的 喔 就是原來的 只是把它變成透明的 對 那玻璃不會自己換吧 自己換 自己換 對 而且它不是玻璃 它不是玻璃 我用的是壓克力板 喔 用壓克力板 對 成本大概就壓到十分之一 那另外一個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你自己的裝修的案子 對 這個是全市改造 也是花差不多30萬左右 剛才那個是把它刷白 然後這個是原來是白 原來是白 對 我想要去創造一個新的氛圍 所以這個是改造前 改造之後 那我其實第一個重點都是 大量的用顏色 去改變空間的氛圍 然後當然 我前面會有看不見的地方 是先做整個用電安全的部分 先去把它處理完 之後是用家具家電 還有顏色 還有軟裝飾品的變化 去把它打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是 後面應該還有 對 後面還有 比方說像這樣的一個角落 把它變成有一點點像是 英式Launch的那種感覺 對 那其實這些如果你可以花心思 去做一些巧思的設計 它其實不會花太多錢 因為很多人想到 房子裝修都是百萬的事情 對啊 你怎麼可能30萬就做到 其實我覺得是 當然我們第一個沒有辦法請設計師 就你自己就必須是設計師 然後第二個你要願意動手 對 可是像剛才這第一個案例 你總共花了一萬五 對 那這個案例你總共花了多少錢 剛剛那個案例一萬五 是只有那個合適的空間 只有那個合適而已 對 那一整層三房的公寓 大概是十多萬而已 十多萬 對 這是要取決於 它原先的屋況怎麼樣 那這一間的話 它的情況是差不多30萬 這間就花30萬 對 所以它這間30萬最多最多 是花在水電上面嗎 就管線的問題嗎 電有花了一部分錢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說 它原先的客廳非常非常大 它原先是三房 但是我增加了一個隔間 所以是3加1變成4房 是 所以在這個部分也會有一些花費 等於是我的家具 所有的布置品的採購 也會變成是四個房間的配置 所以這樣算下來 差不多在30萬左右 謝謝 謝謝三星哥 新一 boca,18餐廣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